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八月二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您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 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的第一时间获得提醒了 今天着重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封禁抖音事件的最新进展 一起来看到来自南华早报的独家报道 根据了解讨论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 抖音可能会完全独立于其中国所有者字节跳动 以继续在海外运营 但是消息人士表示 尽管此前有多家媒体报道 该视频分享平台将被微软收购 但是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张一鸣还有投资者 现在不愿意卖给美国公司 在周末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要禁止这款应用 该应用在私人隐私数据安全方面 在国际上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担忧 川普总统禁止应用可能通过行政命令 或者是紧急经济权利 无论怎样做都可能面对法律挑战 如果将其从苹果和谷歌的应用商店中删除 也是一种选项 这些都可能削弱该企业在美国的业务 在周五川普威胁要把抖音禁掉之后 抖音的美国总经理在一段视频中表示 这款应用哪也不准备去 我们留在美国就是为了长期发展 但是如果他继续留在美国运营 那么字节跳动的董事会必须要同意该应用的海外版完全分拆 该应用在中国的运营名称是抖音 新的实体将保留TikTok也就是我们说的抖音海外版的名称 但是将拥有不同的管理层 不再向字节跳动汇报负责 而专家表示这样的一个方案其实可以基本解决美国的国家安全担忧 有趣的是除了张一鸣之外 在场的所有人都赞成这样的分拆 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 创始人出局留下房子是我们的 但是他继续说 即使是张一鸣本人也确实没有其他选择 因为如果再不放手 这个应用就会被彻底干掉 据一位了解讨论情况的消息人士披露 抖音需要完全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脱离 才可以继续在海外生存下去 而消息人士说 尽管有报导表示 该视频分享平台将被微软收购 但是张一鸣和投资者从心里都不愿意买给美国公司 消息人士还表示 新独立出来的抖音将在所有的海外市场运营 希望避免出现更多的问题 比如报道中的澳大利亚情报部门现在针对抖音的调查 在上个月喜马拉雅山边境发生了致命的冲突之后 这样的平台已经在印度 还有其他几十个中国应用一起被禁止了 现在字节跳动方面拒绝发表评论 字节跳动得到了一长串国内外投资者的支持 包括软银集团 红杉资本云峰资金等 上周六路透社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表示 字节跳动已经同意玻璃抖音的美国业务 而微软正在排队接盘 但是华尔街日报云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 在川普表示反对交易后 微软已经暂停谈判 川普当时在空间一号上告诉记者 他将发布命令来禁止抖音在美国使用 他说并不是你们一直听到的交易 他们要买卖 但是我们不是一个并购国家 川普这样表示 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在周六告诉福克斯新闻 川普将在周日或者是周一对抖音采取行动 抖音是全球最受欢迎的中国制造的应用 他一再否认其数据有风险 也否认对其他国家构成安全威胁 但是关于字节跳动可能屈服于美国压力的说法 也引发了中国公众中一些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而另外一些人则抨击美国把矛头指向了该公司 张一鸣的个人微博账号被大量评论淹没 攻击他是为了钱而默许美国的叛徒 你向他们下跪了 但敌人还是看不起你 最后你会失去你的应用 你的金钱 你的客户和面子 有人这样评论道 而鹰派的国家小报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公司犯了两个罪 挑战美国科技行业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以及拉拢基本上反对川普的美国年轻人 无论他们最终是杀死抖音 还是将这个孩子从字节跳动的怀抱中抢走 这都是二十一世纪高科技竞争中最丑陋的剧情之一 胡锡进这样写道 胡锡进还为中国对美国科技公司的全面限制辩护 表示对谷歌脸书油管等公司的禁令是遵守中国法律的问题 其他的外国网站和应用也被禁止 在中国互联网面临着严峻的审查 而在周日中国旅游服务公司协程网的联合创始人梁建章表示 中国应该通过开放互联网管制来回应美国对抖音的禁令 以揭露美国的虚伪 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华尔街网报此前已经为您介绍 它的整体意思是 虽然敏感内容应该面临一定的政府监督 但是总体而言 对网络更加自由的态度将有助于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 并让中国占据道德制高点 他说我可以想象 如果中国对谷歌脸书等网站开放 而美国却在封杀抖音或者是微信 那么结论就应该是中国的媒体环境比美国更开放 这对美国作为自由开放和法治倡导者的国际形象是巨大的打击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最新报道 在今天上午多位美国政要也对抖音进行了相应表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短期内对直接向北京政府提供数据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中国软件公司抖音采取行动 在福克斯新闻的早间节目中 他表示川普总统说我们已经受够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他将在未来几天就与中共有关的软件 所带来的一系列广泛的国家安全风险来采取行动 此前川普在周五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暗示 最早将于周六发布命令禁止社交媒体平台抖音在美国使用 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美国官员多次表示 抖音在其目前的中国母公司 也就是字节跳动的领导下 因处理个人数据而构成国家风险 蓬佩奥表示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真正的隐私问题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美国只是说好吧好吧 如果我们对此感到兴趣 或者是如果有一家公司可以从中赚钱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默许这种情况发生吧 但是现在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很大的改观 对此两位知情人士曾经告诉路透社记者 字节跳动愿意把抖音的美国业务剥离给微软 以争取与白宫达成协议 而这样的提议获得了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 在内的一些川普总统盟友的支持 但是却遭到了纳瓦罗等人的坚决反对 而财政部长姆努钦周日在接受另外一个采访的时候表示 负责审查外国商业交易对国家安全影响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正在研究此事 而说到可能面临封禁的中国社交媒体远远还不止抖音 另外一个潜在的受到惩罚的对象是微信 中国问题观察者李明章曾经在个人新闻信中写道 字节跳动和抖音的应用在美国媒体和美国立法机构最近日子不好过 作为一个青少年的家长 我不喜欢这个应用的内容垃圾厂 但是监管部门的愤怒 关于美国人的数据被一家中国公司存储的安全 以及该公司审查或者利用其庞大的影响力 进行影响或者干预行动的风险 这些当然已经是风险 但是涉及到影响和干预外国政府和政治进程时 我认为与微信相比抖音只是配角 微信在国外的整体用户量可能不大 但是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中却非常庞大 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微信作为一个关键 甚至是主要的信息渠道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已经出现了通过微信发布虚假信息 导致的围绕选举的问题 而他引述时英上曾经一篇报道 讲述来自微信的挑战 重点是澳大利亚 中国的这样的一款社交媒体应用 对于澳大利亚这样的民主国家来说是个问题吗 在时英杂志的节目中说 我们来到澳大利亚了解了中国超级应用 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选举和民主进程 并且分析了错误的信息 如何在微信独特的信息生态系统中传播 以及为什么这样一个应用 是北京将其审查制度扩展到中国境外的渠道 十英文章还说 我们还与那些正在反击这种规范的人进行了交谈 敦促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立法者将微信纳入正在进行的 关于如何监管全球科技公司 防止错误信息传播和保护公民的在线隐私的对话中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频道 这样在节目发布第一时间就可以得到通知了